欢迎来到东方卫视大型素人喜剧节目 香飘飘 笑傲江湖 我是你们的孙老师 下面让我们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拳手 东方电视台 东方电视台 我们现在是在拉斯维加斯 为您全程直播 时空晶级世界拳王争霸赛 首先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欢呼声 请出今天的挑战者 人称霹雳小旋风的 尼古拉 波波 波波的职业增扬 共同处战15次 13次技术性祈祷对手 好 现在波波动身音乐 已经跳到了全台上 眼神之中充满了杀气 Everybody 下面让我们有请 WBA WBC IBF三六拳王 他们叫魔鬼终签者的 迈克 松绿竹图战56次 次击用队友 职业生涯至今未尝一败 好 现在我们看到 露露也已经来到了拳台上 双方选手都在向他们的支持者们 挥手致意 我们看到 拳赛虽然上北开始 场上的气势已经是剑拔弩张 好 两位选手都在准备要做一些热身运动 他们都会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好 教练员现在在给波波布置战术 波波会做些什么呢 哦 是佛唱 一 二 三 四 五 强健的B旁仿佛在向世人宣告着什么 另一旁的露露也不堪示弱 她会做什么 作为回应呢 哦 她要做什么 哦 是后空发 一 二 拳王就是拳王 在气势上已经完全压倒了波波 好 双方回到了场下 教练员在为他们做按摩 以放松紧张的情绪 并且进行最后的战术布置 好 随着一声清脆的铃响 第一回合的比赛开始了 哦 双方有点不敢动 哦 一个潜滚万世俗的扭打带来一起 露露已经被压在了身下 波波在啃她的脚丫子 啃她 扣得挡在眼 没错 跳了过去 两个人互相的撕扯着 哦 再次的撕腰再来一起 两个人进入了胶着战 一定要保持体力 避免进入消极作战 好 第一回合的比赛到此结束 双方回到了休息区 哦 双方真是难舍难分啊 都分不清自己的教练员在哪了 好 教练现在 再为他们做最后的放松 现在为他们带上了水果和牛奶 进行补充体力 俗话说得好 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 看来上一回合他们付出了相当大的体力 哦 我们看到 露露现在拿起了一个香蕉 来自巴西的香蕉 富含大量的蛋白质 能够补充他们体内的氨基酸 促进他们下一回合更好的发挥 哎 我们看到波波的教练 好像在对波波窃窃窃私语 是不是在布置下一回合的战术 波波也是频频点头 看来下一回合 露露要小心了 第二回合比赛的铃声打响了 哎 波波教练手里拿出了一把吉他 天哪 是一把吉他 没错 难道他是想要 哦 波波已经弹奏起了吉他 优美的旋律回荡在拳台上 三好将在唱 我只能用一句 包含我真诚意 用心轻隐的 哦 天哪 露露倒下了 奇迹发生了 他已经沉醉在了歌声里 全场的观众 跟我一起读表 五 四 三 二 一 哇 下面让我们的波波 加点玄王金香蕉 哦 露露躺在舞台上 非常的伤心 露露和教练员在一起抱头痛哭 今天 波波不是一个人 泰森 霍利菲尔德 灵魂附体 他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观众朋友们 你们一起建成了一个新尘王的诞生 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 让我们为波波欢呼吧 太可爱了这个 这个节目真是 为喜爱动物的观众啊 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看的节目 是的 是的啊 这个我想问一下 两位是来自什么单位 哪个团体啊 我们是来自上海野生动物园 这波波是不是上一期来过 上一季来过 就是他呀 对啊 对啊 第一季就有 第一季他可逗了 他老汪观众挺好 第一季的时候也是个星星吗 对对 但是上一季没有那个露露 对 露露跟他是什么关系 露露是他的小女朋友 哦 他尿了 妙了 紧张的 他们是不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听得懂人话 基本上我们简单的交流是可以的 星星他的智商差不多有 四五岁小孩的样子 那很厉害 但是他不会讲话 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好玩的事没有吗 那太多了 好 说来听听 好 说的好 因为太多 虽然说话不多 我很感动啊 我很感动 我记得第一季啊 那波波老在那抖 你看 第一季就老这样 第一季就这样吗 对 这里面有一个 不是 这是合玩摇滚 你看那个 那老盘子腿吧 那个特别淡定 你讲讲为什么抖 这里面就有一个好玩故事 因为之前我们动物团员请了一些非洲的敲鼓的演员 然后他们敲鼓的演员会 这样 然后他都学到了 真聪明 你看又来了 你看他特别逗 他们自己之间的嗯啊那叫声 你们能分出来差不多是他们的意思吗 星星是动物界中唯一可以表达喜怒哀乐的 他的叫声 我们可以分出来 他是开心了 还是悲伤了 或者是肚子饿了 哦 有表示啊 哎 你像他这个小便失禁啊 说明他紧张 他实际上也跟人一样 知道当着这么多人在表演 他要上台 他不是 要演出 他跟咱们人不一样 他是一兴奋他就撒尿 他知道他在演出嘛 他紧张吗 我觉得他 他平时因为不穿衣服 然后今天穿了衣服之后 他被自己帅尿的 你这个解释很好 这层很好 老郭 帅尿了 对 帅尿了 来 鼓掌 你看 来 这个他们两个什么时候结婚呢 星星基本上要十来岁之后 还得等那么久呢 因为星星的寿命 差不多有四十年 是我们人的一半 那是准备在这个上海展览馆 给他们办吗 可以 可以 这你看演出费给多少钱 咱们仨得去啊 咱们仨得去啊 逗了 我自从养过小狗之后 我就发现我开始跟动物通气 您怎么还养过小狗啊 养过啊 我有养过小狗呢 就是实际上啊 每一个养过小狗的人啊 都会很喜欢动物了 我相信 因为太多的人喜欢狗 所以这个节目 观众肯定会喜欢看 真好玩 喜欢动物 喜欢小孩的人 说明是有爱心 对对 他要脱衣上来 刘晨 他准备跳多体 你不是他要把衣服脱了 能脱吗 能脱 脱衣的 这个节目 对咱们来说是个考验 脱了 得 这样他特别舒服 真好 真好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这个 女的裸体了 露露裸体了 哎呀 他耍上了 真好 这个很独特的一个节目 给我 好 好了 两位也脱了吧 郭老师一起发 非常非常喜欢你们这个节目 我给你们过啊 欢迎你们再来 男男别好了 谢谢 谢谢 那个一个人给绿灯 不代表着过 我这样啊 因为你们两个算是助演 他们两个是主演啊 我最后出一个小题目吧 好吧 咱们让星星自己来选择 好吧 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 如果带上红鼻子 就是过了 星星又挺喜欢这个香蕉的 我们拿一香蕉 拿一红鼻子 让它来挑好不好 好吧 郭老师你太坏了 咱们看她是愿意 做一个胜利者 还是对当一个吃货好吗 咱们让单单姐跟冯导 一人拿一样好不好 来 您那有一个 您那有一个 她拿香蕉 香蕉给冯导 来 带星星给我 给你个人拿这个 因为我都换成这种 在这个 做一个 我都换成这种 让她们让她的 做一个 做一个 让她做一个 这种 就是 来吧 我们一起来看过咯 谢谢 谢谢 来吧 今天的第一位拳手 好 欢迎两位啊 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哈哈哈哈 走 走起 大家好 我叫孙海洋 来自辽宁水中 今年23岁 这是我媳妇 大家好 我叫王莹 来自吉林 今年25岁 这一次呢我不想来 她非要来 你说这要来了又不过 多丢人呢 然后一个孩子 我也不能跟他较劲呢 你来就来吧 放心吧 没问题 这个怎么想到来到笑江湖啊 我认为来笑江湖的全是精英 我感觉自己也是精英 我认为是 你是不是想多了 哈哈哈哈 他平时就爱逞能像个孩子似的 挺好 来吧 开始你们的表演 来了 哎 嫂子 天 大哥在家吗 公老爹 你大哥出差了 明天回来呀 出差了 那那我走了 哎哎 公老爹 你那一脑瓜子磨咋的了 我在家正洗头呢 洗一半停水了 我喝酒来你家洗 这大哥有没有在家 不方便呢 那有啥不方便的 你今天就洗呗 那我还是算了吧 哎 客气啥呢 那你要感觉不方便 那这么点 嫂子我出去溜达一圈 你洗完了 把门给我带上不就得了吗 算了吧 客气啥呢 今天就洗呗 你谢谢 谢谢嫂子 哎 老弟啊 哎 有你大哥的蓝色毛巾啊 哎 好嘞 哎 这又是谁呀你 哇 洗完 亲 亲爱的 你怎么回来了呢 咋的 你是叫我回来早了的 还是叫我回来晚了的 你不是回来早了 也不是回来晚了 咋的 你是回来巧了 这小表情还挺慌乱的 咋的 屋里藏眼儿了 好 过上了 不是 大哥 你不出差去了吗 咋回来了呢 不是 我是不是跟你俩来个 措手不及啊 不是 不是 我要说这是个误会 你信不 那你猜呢 不是哥 我这在家我正洗头呢 我这洗一半停水了 然后公老弟就在咱家洗的头 对 哈哈 你家挺水了 来咱家洗个头 对 我有啥不明白的 大哥小心眼了 不不不不 哥跟你说 不自信的男人才会采集 哥为什么不采集 因为哥 自信 对了哥 邻居嘛 就得这样 今天你家挺水了 来咱家洗个头 对 明天我家停水了 我媳妇就得上你家洗头嘛 对 我说哥呀 你这不还误会呢吗 开玩笑嘛 老弟啊 你给你嫂子去进屋 落会儿喝 哥呀 把这行李啊 先拿后边的啊 不 老弟啊 你看 你坐呀 拿字就当自己教 好啊 不是今天你俩穿挺搭呀 哥呀 我要说撞色了你信不 你慌傻呀 哥不跟你说了吗 不自信的男人才会采集 哥为什么不采集 因为哥 是心呢 先聊啊 我嫂子我还是走吧 干啥去 回家呗 你回家干啥呀 我在这太尴尬了 你走了我咋办呢 嫂子你别说我嫂子 啊 不是亲爱的 不是你想的那样呢 就这么恋恋不舍吗 哎呀 不是亲爱的你误会了 老弟就是怕你误会 所以他要走 我就拦着他了 的呀 哥 是那意思不 啊 哥真是误会 误会傻呀 哥不跟你说了吗 不自信的男人才会采集 哥为什么不采集 因为哥 自信 自信 老弟啊 你都别整了 那个媳妇啊 给我供老弟七壶好茶 行行 我今天呢 跟我的老弟啊 好好闹了啊 老弟啊 你看 坐 你个放松啊 老弟 咱哥俩这一晃认识 多少年了 七八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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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跟你说没说过 哥的 童年呢 没有 没说过呀 哥跟你说啊 哥五岁开始习武 那硬气功 铁道功 胸口碎大石 银枪刺咽喉 鸟 哥没事吧 哥在跟你说说十三岁那年 十三岁练铁沙掌啊 打就这么大一个锅呀 沙的在里边烧通红通红的 哥手 啪就锅里边去了 大哥里边就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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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下眼光 哈哈 你们哥俩聊啥 你这么热闹啊 跟老弟唠唠童年 茶水上来了喝吧啊 小心烫手啊 老弟呀 喝茶 哥呀 这手沾茶杯里不烫吗 是吗 没感觉 都烫起泡了呀 正常 你从今子这得了啥呀 你给我等着 我给你求药去 哎对了老公 就这么自然吗 我想解释 你还解释啥呀 我不姓公吗 公报几顶的公 这答应顺嘴了 你给我俩报菜名了 是不是 不是不是你信不信哥给你吵了 哥你忘哥停脸了是不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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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你忘了你忘了你忘了 你这是干啥呀 干啥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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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老弟 老弟 哎呀哎呀哥呀真是误会呀嫂子改天再解释吧 老弟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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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从你这这干啥呀给老弟都吓跑了 我不吓不死你 你拿不到下来了 你从你掰这样你上医院吧 不是 不自信的男人才去医院 哥为什么不去医院 因为哥 自信呢 哎哎哎哎哎 sweeping 哎员的 哎哎 你们上来之前单单姐就说了最爱看二人传演员一身的绝火啊 也刚才从椅子上下岔这个我们从科学的角度问一下疼吗 哈哈哈哈哈哈哈 有时候也疼 但没事 不打疼也是 我平时在家也不让他演这个 特别是在我们剧场 但是他这人就有个毛病 就观众一热情 他就兴奋 就不知道咋地好了 多热情啊 热情 能再来一个吗 没问题 行 来一个吗 行 多热情啊 再来一个 这观众的心呢 这就是恨你不死 再来一个难点了吧 好啊 这个我问一下他媳妇 行吗 行啊 哎呦 你别让他说他逞呢 你告诉我 哎呦我的天 你这一份 应该没事 你这一份跟我们问含糊了 对啊 而且他的鞋还不好 等会儿等会儿 我再问一下 问这媳妇 你们夫妻感情 到底怎么样 我咋地着急换银呢 别想 千万小心 千万小心 没事 老师 你放心吧 哎 让我跳了 鼓掌巴来了 好 来来来 这可是真功 生活中 生活中你老公真是这么爱成能吗 平时他就这样事儿的 那你怎么跟他救活下来的呢 哎呀 臭我过呗 真就是臭我过呗 那举个例子说着都怎么成能了 平时他就这样是 就是这个 就是从那舞台啪 下来这个 以前在剧场演出 都是有很多玻璃舞台 有一次 他啪下下来了 一条腿进去了 除了沾那全是玻璃 哎呀 哎呀我干嘛 就不让他演 就是观众热情 你热情他就不有点事儿 让他跳楼子就得跳 那好像四张桌子 哎呦 我们很关心就是那个玻璃赔了吗 哎呀 那这舞台不接 注意安全啊 这一大家子人还指着你了 这有个闪失和怎么弄 是吧 这个我觉得还是 呃 就一张桌 加一椅子 我觉得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就是 不用 刚才郭老板说了一句话 观众就恨你不死呢 虽然是一句玩笑的话 有的时候你真的犯不着 为这个逞这个能 嗯 我觉得 小孩年轻 有媳妇有孩子 你媳妇和孩子和观众比 肯定不能观众重要于 你的媳妇和孩子 对 你要愣说观众比我媳妇 孩子都重要 一定是一骗子 哈哈 那说明你媳妇找好下肩了 那是 我是 不太看好这样的小品的 本来啊 觉得另外呢 在表演上呢 可能他们也有点 但是他就是演这种小品起价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 行吧 谢谢风宝的坦诚 但是我们打破了那个常规后来啊 呃 但是呢 他这个 你们这个小品呢 但是他们也不是上台才现场的 哈哈 也是先编好了一节奏 你慢慢聊 你先吧 好了 瞧我了 瞧我了 一个说 一个说 我能不能说完 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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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说好 好说 我要说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看得出来你们身上有本事啊 希望下一个节目更好看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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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两位老师不吝赞美之词 一劲地夸你们 这说明你们是花了钱了啊 哈哈哈哈 这个绝活加的礼物 我觉得挺好 不是为了加尔加 他挺合适 这个人物啊 这小孩的心态搁在那儿 得了咱们来吧 来一二三 走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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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鸡肉还酷了哎呦 好好哄哄的啊 哎呦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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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 对对对对 多多多写 好 以后这个动作少做啊 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 请勿佛 有请下一位选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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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苗承琪 我今年十岁了 我来自辽宁府顺 我今年读五年级 我特别喜欢乡者 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我就是奔着郭老师来的 我特别喜欢郭德康老师 小江湖我来了 郭德康老师 你的跟逼虫来了 郭德康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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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懂礼数 哈哈哈 小胖子你来了 他来过没有 他没来过吧 我没来过 这个小胖子 其实我见过他好多次了 是吗 不管是节目里 台上台下 我都见过他 没想到今天在小江湖 又看见你了 你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苗承琪 我来自辽宁府顺 我今年十岁了 我现在读的是五年级 嗯 哈哈哈 学习怎么样 学习怎么样 不怎么样 学习当然好了 我是我们 呃 我的学校是重点小学 而且我是班级前五名 我妈最不担心我的 就是文科 因为老师说什么 我一遍就能听懂 真好 你现在是语文小组长 哎呦 嘿 这孩子那请 真好 真好 打福顺来吗 哦对 福顺有一个特产是梅 而且还出那叫 呃 琥珀呀 哦对 是你们那儿的吧 是 你今天带了礼物来了吗 哈哈哈 琥珀蜜辣都可以 好吗 大块小块的不挑啊 不要钱就好 好吗 带来了吗孩子 没有 有请下一位选手 哎 郭德纲老师太贪财了 你是表演的是 准备表演的是相声吗 我我特别喜欢郭德纲老师 所以今天我想跟郭老师 一起说段相声 那你 那你 他这么贪财 你不带点东西了 就是啊 他个轻易不张嘴 对啊 没有琥珀你带点煤块也行啊 春花煤也没有啊 啊 而且最重要一点 我跟你一块说 这一会儿人家怎么打分啊 不公平啊 你说是不是啊 你自己有没有准备一个节目 我们倒是愿意看你 你有跟我说一段吧 你这样 你先表演你的节目 咱们一会儿看你的水平高低 咱们再说好吗 嗯 好吧 好来 请开始你的表演 那老师让我准备一下 还得准备一下啊 恢复顺呐 后面 去吧去吧去吧 想着回来呀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单口相声 窗前明月逛一式地上窗 举头逛明月 我叫郭德纲 郭老师 你比如说 我我长得帅气 我颜值高 都说我是人见人爱的 小郭德纲 见自己有意思吗 我还有呢 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我聪明 郭老师 您聪明吗 小学13年 初中9年 我被评为全学校最熟悉的面孔 新老师来都跟我扫进学校内幕 您别说了 合着您净流极了 郭老师 都徒弟的 抽烟喝酒看头 啊 我说的是 于千 于老师 你吓我一跳 哎呀 郭老师 您就收下我吧 说实在的 我比 我比诗歌 岳云鹏强多了 他会唱五环之歌 我还会唱七夕之歌呢 而且我最大的优点就是唱歌 不跑掉 来一个吧 得嘞 啊 七夕 你比巴西烧一夕 啊 七夕 你比我一多两夕 呀 郭老师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我没跑掉 我太有才了 吼 哈哈哈 你无耻的样子 很有我年轻时候神韵 我呀 哇 我啊 我这个感觉啊 就是 他这个可不容易 嗯 因为他一个人啊 他跟一机器在 嗯 在一块在在 这个 这个 别说对一个他这么大的一孩子 我觉得就是一个成年的一个演员 演不好也会 哎 他好像跟这个屏幕里的郭老板互动的特别好 跟师傅互动的非常好 呃 有出有进的 我觉得好像还有点基础 感觉上 我不太懂啊 这相声那个 他一站这我很感慨啊 这是个孝顺的孩子 来参赛来先给我摆个灵堂 哈哈哈 丹丹老师觉得怎么样啊 孩子嗓子有点哑啊 想着说相声有点生死历劫 你瞧那个叫什么李云鹏是吗 唱五环 岳云鹏 岳云鹏 对不起啊 那没事 他那五环唱那小弯拐的哈 那嗓子好像说相声嗓子都得 这孩子是寒哑了 今年多大呀 我今年十岁 舱门上的要找舱的 哦 是吧 要变生物就对 哎 别太大声说话 别瞎喊啊 对 这想法挺有意思 郭德纲跟你这么说 因为他老掐了掐了的 就不容易 对 这些话都是我特别喜欢郭老师说的话 然后我给他记下来 哦 都是你记下来的 他宅的 哦 那这孩子真不错 啊 你倒是也够聪明 要不然你就收了 还是等他倒完舱子 等他那个变完身再看看 啊 什么了 什么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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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不知道这孩子真的现实 哎 你跟他上去说一小段呢 谢谢 哦 哦 给你看看 哎 说 凭啥呀 我觉得你这样 哦 哦 你现在 就拜师 把这师傅一认 对 师傅陪你说 你敢吗 真跟师傅来一段 比比比 包餐名谁包的快呗 哎呦 行 太好了 这 这不是我多年前犯的错误吧 哈哈哈 哈哈哈 来 嗯 鞠躬 大伙鼓掌 来 哎 谢谢 哎 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苗成奇 男孩女孩啊 一看就是男的 是个男孩啊 今天多大了 啊 今年10岁了 结婚了没有啊 不是 怎么了 我跟你词不一样是吧 哈哈哈 哈哈哈 那你见着我 你不得请我吃个饭吗 行 我请您吃 南北榨菜 南北榨菜啊 大菜 啊 大菜 那不得host我啊 南北大菜 还有什么呀 就会四个字啊 哈哈哈 啊 来 你把这菜名说出几样来 让我听一听 好吗 嗯 蒸羊糕 蒸熊掌 蒸鹿鱿 烧花鸭 烧厨 挤挤烧子 嗯 鹿鱸鱼呀 蒸鸡腊肉 松花小肚 酱肉香肠 好 市井酥盘 虚鸡败毒 清蒸八宝猪 将一让鸭子 嗯 过尔野鸡 过鸩蠢 鲁尸叫鹿哲 三鸡兔福 菜蒙鱼鱼 嗯 清蒸哈 什么啊 会鸭丝 会鸭鸭 会鸭条 清白鸭丝 黄心管 好 闷白扇 闷黄扇 斗食粘鱼 锅烧鲤鱼 锅烧粘鱼 清蒸甲鱼 扎炒鲤鱼 抓炒对虾 这就吃不了了 哈哈哈哈 你就不背了 你不用管我啊 我这是在节省时间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这要学相声吗 嗯 为什么要学相声 我喜欢 你是喜欢相声的什么 比如说 我是站在台上说 大伙都喜欢乐 这是一个 或者是我喜欢说相声 能挣好多钱 买大房子 买车 如何如何的 你总的有一个愿望 是因为什么喜欢的相声 哦 我因为就是 嗯 说相声的时候 大家能乐 就开心了 嗯 哦 如果说相声 谢谢 如果说相声 这一辈子 成不了明星大腕 你还愿意干这孩吗 愿意 不能发财 你还愿意吗 愿意 不管生老病死 你愿意跟他 哦 这是婚礼的那个词啊 咱们这孩儿是这么说 师父访徒弟三年 徒弟访师父三年 嗯 在很多节目里 同类型的节目 他跟我说过好多次了 要拜我为师 我都没说 为什么呢 孩子呢 他这个心智还没有掌权 而且我老说 艺人拼到最后 拼的是文化 好好去念书 好好去上学 等我郭老师 你说 你看 你说 记住我这句话 跟长辈说 要说您 这是头一步 您看 你说 我都签五名了 你还要我签哪去 哦 那我问你 班里是不是就五个人啊 四十多个人 我想告诉你就是 不能够耽误了念书 嗯 一人拼到最后 拼的就是文化 在这过程当中呢 不能耽误念书的时候 好好地学相声 如果你要愿意的话 今天在笑江湖的舞台上 那我就收你一个小徒弟 好吗 好 咱们心事心败啊 咱们 咱拖那什么啊 这个 打劲起啊 你是真收了 假收了 我就收着迷徒弟 你看 过了前面那个地界 就不是大堂地界了 这就是 今天开始在笑江湖舞台上 我答应收着迷小孩 但是 师父访徒弟三年 徒弟访师父三年 咱们以三年为界 三年之内 比如说你想 干点别的去 我也承认你 你就去就好了 也许三年之内 我觉得你不用功 不听话 我可能就不承认你了 好吗 同志这么多人都说到了 怎么还哭了孩子 来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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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冯大爷 冯大爷 冯大爷 这是大妈 大妈 那个绿的 绿的快点 绿的 打着 我现在的心情特别特别激动 终于守我了 我准备跟郭老师先从学做人开始 然后在我俩一起去那 奥斯卡最佳斗跟江 郭老板对年轻熟 办的一个错误还是很负责 有请下一位选手 你好 大家好 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天赐 今年23岁 来自辽宁省本溪市 我从来没有想过 参加一个这样喜剧的一个节目 在前22年 喜剧对我来说 与我无关 我一直有个梦想 就是当一名偶像歌手 但有一天 被迫无奈 我走上的喜剧下路 我感觉 还是蛮不错的 非常自然 所以 我来了 现在什么职业啊 现在 前四个月是一名 偶像歌手 讲细讲一讲 这前四个月都发生了些什么 前四个月 怎么说呢 发生了很多 要不到后面去哭吧 好吗 我们很忙 因为 就是 从小嘛 热爱音乐 前两年的时候 用了我所有的积蓄 找了一家唱片公司 出了一本专辑 七首歌 然后刚出 刚到公司的时候 机公司的人员跟我说 长得 挺帅的 谁说的呀 反正我也这么认为 这会儿是 你还没给他们钱的时候了吧 没有 他挺帅的 当偶像歌手吧 所以他给我定了一个位 定了一个什么呢 定了一个 情歌王子 就是 张学友那种 你信了没有啊 我信了 那就不冤了 但是出完第一首歌的时候 还有一个MV 出完这第一首歌 公司仍然都过来了 拿了一个U盘 跟我说 天赐 这还有 这U盘里边 还有你那六首歌 没出的歌曲 你回去听一听 我感觉你 不是个做偶像歌手 你还是走邪星吧 你俩差距太大了 然后我就来到这里了 是因为这个原因 到我们这了 今天准备的什么节目 今天准备的节目 属于一种脱口秀吧 好 请开始你的表演 偶像 老师我准备一下 各位老师好 有可能我这个出场方式 各位老师 有些疑问 为什么我会推个自行车上来 其实我和别的选手都不一样 因为别的选手 因为别的选手 全是坐高天 飞机过来的 我不一样 我是从沈阳骑增车过来的 其实 第一季笑江湖 我就应该参加 但是我骑到一半 第一季已经结束了 但是这 也没有阻挡我前行的脚步 当我骑到上海的时候 第二季开始了 但是我在中途 多么的不容易 自行车就换了二十多辆 我裤子就磨碎了十多条 但是没有裤子怎么办 买裤子呗 我找了一家商店 乡中的一条裤子 我问服务员 可以试吗 服务员说 可以啊 穿了上去 还是很帅的嘛 我问服务员 可以蹦一下吗 服务员说 可以啊 还不错 可以蹲吗 服务员说 可以 啊 很有弹性 可以跑吗 他说可以啊 我跑了 但是 不跑也不行呢 谁让你没有钱 要不能骑自动车过来啊 但是 我在中途 路过了很多城市 我学会了很多东西 最 好的就是 模仿 因为我和 其他选手模仿都不一样 他们选手模仿明星 我不愿模仿明星 我也不会 要模仿 就模仿点接地气的 就比如说地方口音 天津话 天津话我就会说点 艺术话的感觉 你干嘛呢 这受疗吗 这不扯淡吗 你干嘛呢 天津话 唐山话我也会 特别是卖菜的 大早上往大街上一蹲 就开始喊 雄神黄国 土豆千 这是唐山话 韩国话我也会 你们很有疑问 我为什么会韩国话 因为 我在未来之前 我去了一趟韩国 去那边 整容 我记得我去的时候 是一米八零大哥 现在 他好像给我结枝了 他好像 但韩国人说话有意思 韩人艺术话的感觉 是这样的 欧巴 奈克 阿迪达 阿迈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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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 没听懂啊 我教你们一遍 你们就会了 四种品牌 奈克 阿迪达 阿迈尼 库奇 联系来念 加点韩国味道 欧巴 奈克 阿迈克 阿迈克 听懂没 这都不算什么 有一天晚上 我在韩国溜的 我看见两个男人 韩国男人 吵架 说话的过程 我给你模仿一下 像 很像 阿迈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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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么肯 你呀 他一脖子 该死 阿迈克 但是我学会这些 是远远不够的 这期 笑相胡 我看见有很多选手 会翻空翻 从这边跑 往那边翻 我认为 翻空翻 不用跑 非常自然 如果认为 一名选手 要是翻空翻的话 一定要有速度 非常自然 没有办法 还有一些选手 用舞蹈 来征服你们 我认为 跳舞蹈 一定要有气氛 动作 push back and loss and move 一家人不累 非常自然 没有办法 其实今天来到这儿呢 我希望各位老师 我希望各位老师 能给我一次机会 我进入这一 我进入这一路的坎坷 太不容易了 电影里面都看过 有钢酒 太酒 我这是海酒 我希望各位老师 能偷我一票 我说实话 我真不想骑这种车 再回去了 太累了 我脚都等吐了皮了 那脚 其实 我个人 我喜欢冷油吗 什么是冷油吗 什么是冷油吗 冷吗 这小伙子刚才说他是什么来着 偶像 偶像的 偶像歌手 歌手啊 你快把冰线放下 手太冷了 有点保守 这个由此可见 天蝶不缺好演员 缺好平台 而且身怀绝技啊 告诉我 你之后是想继续做你的偶像歌手 还是想做一个邪星 怎么说呢 其实 还是想做偶像歌手 你那个车在那边了 快去吧 老师你听我说完 但是呢 穿着这会儿凉过 现在我感觉做邪星 还是挺好的 因为 比那个 之前做偶像歌手的时候 要好很多 首先 我的粉丝就多了很多 基本上全是小女孩 可能现在这女孩 口味重吧 你是会唱歌是吗 会 你说出专辑那是真的还是闹着玩呢 真的 真的吗 你那歌叫什么名字 抹不去的忧伤 是你自己 你自己 你自己做词作曲吗 不是 人家做词 他唱着 来一段 抹不去的忧伤 这大吉大利的名字 既然各位老师这么喜欢听 不喜欢听 是你死结白脸要唱啊 好吧 那我就死结白脸给你们唱一首 我那六首 没除的歌曲带给你们 一首 其中一首的抹不去的忧伤 所以各位老师 音乐 有什么抹不去的忧伤 被找不过了自己的彷徨 你的微笑 让我感觉到 我像偶像吗 我觉得啊 我觉得你这歌真是可以 一站一站的去巡演 就是我不知道上海的地铁站是怎么说啊 就是 你看你就一站一站的去演 真的 不少挣钱 哎呀 他跟冯导演应该非常好 逼着你那车啊 挺好 冯导喜欢他吗 作为一个走这个谐星的这个路线 能有这样的嗓子 这就等于是多了一门法器 就是 谢谢老师 而且你看 其实他挺难的 因为他刚才那个那套动作下来 空翻 空翻完了又又又又又那儿托马斯吧 那叫什么 拳拳 这个还能在那儿去说台词 还能顾上表演 还是那么自然 对 没有办法 你瞧你瞧你那个做死的样子 非常期待他再回来呀 对 这个是我们见过这个来咱们这台上表演里头 比较有真本事的 谢谢老师 来 我们一起来 来 一二三 再来 两二二 再来一二三 我可以拿到 1 2 3 可以吗 太棒了 太棒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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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下一位选手 欢迎两位 来 把这边的灯打开 你好 两位做个自我介绍吧 各位老师大家好 观众大家好 我叫刘冠奇 我来自于哈尔滨 现在在北京工作 各位老师们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Michael 我的Michael是小麦的麦 巧克力的客 我是来自美国 然后我是在哈尔滨 欢迎两位 两人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们这个工作有点神秘 我们这个工作跟郭老师有点关系 我们的工作地点被网友称为第二德云社 是吧 我们有50多家分社 然后有3万多个员工 你都惊呆了我了 第二德云社那也是说相声的吗 难道说 我们不是说相声的 我们是新东方 不是出师啊 我们是英语老师 英语老师 好 请开始你的表演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to my class My name is Jack I'm from Harbin which is a beautiful city and famous for its name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to my class I'm from Harbin which is a beautiful city and famous for its name 不是你 I'm from Harbin 干啥呀 吓我一跳 啥意思啊 这是中国 说普通话 我是新东方老师 我平时跟我们学生说话 就这样 敢在我面前说英文 怎么的 你这个就是 光光面前傻大刀 这个怎么讲啊 瞧你这个笋针 你瞧你那个笋针 你瞧你啊 连笋书都会说 你看 你们外国人在中国 学中文 是学外语 我们学英文呢 也是学外语 你怎么说那么好呢 我跟大家像美女学的 这个怎么学啊 好 我刚刚来到中国的时候 我学会了三句中国话 哪三句啊 第一句 哎呀妈呀 哎呀妈呀 第二句呢 好黑呀 是挺黑 第三句呢 吓死我了 你都吓死我了呀 有一次 嗯 我在路上走路 是 这个时候 有一个美女 怎么的 从我旁边 走过去 是 哎呀 哎呀妈呀 好黑呀 吓死我了 然后呢 跑了呗 她跑了呢 我一看她远去的背影 我的心呢 细碎细碎的 哎呀 你说 怕我看一下 我脸黑 也要白呀 是挺白 其实我们中国人呢 挺热情的 哎 说到热情 怎么的 我的中文老师 就是说热情 中文老师 没错 谁呀 出租车司机 出租车司机 我不管去哪 是啊 经常坐出租车 咱们上东北 看看东北司机 咋样 东北司机 一上车 哥们儿干嘛 去哪 上那个行风路红 我路着沙口 哎呀大哥 你这中文说不错呀 谢谢 在中国再几年了 四年 哎 你一会儿吃啥去 我跟你说 在哈尔滨 就得卢川喝啤酒 哎 你工作不工作呢 你结婚结婚呢 你有没有孩子呢 你有几个孩子 有几个孩子是你的 都是我的 都是你的 这个就是东北的司机 最爱说话 看来你这真学不少啊 我还学会 Rap 哟 还会说唱呢 中文英文的呀 中文加英文一起say 那整一个吧 来呀 OK DJ 准备好了吗 Music Music OK OK Everybody in the heart put your hands up Everybody in the heart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Rap J One Oh 啊 啊 07年我来到中国啊 那个时候 哎呀什么都不会说 哎呀我的妈呀 我才一点也放弃学习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一次我给妈妈打的话 我说妈妈我要回去 她说为啥 小中文太难了 我学不下去 妈妈说我怎么办呢 我的妈妈说你是一个男人 别放弃坚持下去 努力学习 喂 Come on R J Ready 我说1 你们说R 1 R 1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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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是 非常欢迎 Michael 你多大了 我是82年的 82年的 三十多岁了 来这个中国多少年呢 都快六年了 六年了 结婚了没 结婚了 娶的中国太太 真的啊 哪的人呢 你太太 她是东北的 东北的 哈尔滨 她妹妹吧 这个才有眼力 东北女孩大高个儿也漂亮 白不净净的哈 你媳妇白吗 对 白 白 有小孩了吗 有 一岁多 一岁多啊 那得多好看 她这事儿媳妇白 俩人得生一小斑马 中国欢迎你 谢谢老师 我小的时候 我没来中国之前 因为我父亲是古巴 然后母亲是加纳 但是在美国出生的 因为她们那个时候 是在联合国工作 所以呢 就是 往后我小的时候 我每次都看中国电影 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小的时候看了那个 《功夫》 我第一句真正的学在 我来中国之前的一句话就是 还有谁呀 还有法律吗 我那个时候 我就已经认识了老师 对 冯小刚老师了 冯小刚的电影 冯小刚的电影 我觉得因为整体来说 他应该还算是 给表演了一段相声吧 就是表演的部分 多一点的相声 也是给我感觉不是太逗 这个 对不起了 谢谢老师 其实就像一个外国人 刚到中国来学相声 有大批的这种演员 可能水平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还算有潜力是吧 我们这样吧 我们给个机会 好吗 谢谢老师 我只能说你们这个节目一般 作为一个喜剧 我没有特别 没有特别把我逗笑 但是我不知道 你们是不是还有别的潜力 我们还有 还有很多才艺是不是 麦康 对 快跟宋老师说 你都没说明白 你让外国人说的明白吗 不过黑人天生的有节奏感 那是 会唱歌 会跳舞 这倒是 这个 我做个好人哈 这个节目 我给你们过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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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下一位选手 这是组团来的啊 来吧 各位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张强红 大家好 我叫张谭 大家好 我叫圆子 大家好 我叫尚影音 大家好 我叫王小伯 魏希璐 大家好 我是杜洪飞 我是孟源 好一个都没记住啊 这穿的这都是什么衣服这是啊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长州的恐龙家 我们都是恐龙园里的普通的演员 我们都有各自的不同的工作 像我们俩饰卡通音乐剧 我们三个饰演卡通 然后跟小朋友们拍照互动的 我就是演海盗的啊 我们就是抓海盗的 那个恐龙我们很熟悉 因为在我们观众席上每天都一恐龙啊 那是个驴那是啊 那么今天演的是一个什么节目呢 我们今天演的这个节目呢 可能跟我们平时在园里演的那个不一样 我们平时在园里演的呢 白天都演一些我们现在刚才说的那个 各自的那个演员啊 对 晚上我们会在一块演一个小的 非常炫的舞台剧 给小朋友们啊 还有他的爸爸妈妈们看 儿童剧 但是这样呢 导致我们每天都演一样的东西 几乎每天都一样 对 这点我就特别有感触 因为呢 就是我演海盗 就演了有12年了 哎呦 中小就演海盗 就是个老海盗了 然后就是 基本上不管冬天夏天就这么穿着 有 有一次我女儿就问我 她说爸爸你怎么天天演海盗 别的工作不适合你 演偶像剧人家也不要我 反正就今天就来这儿想改变一下自己 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 感受到我们的欢乐和开心 好极了谢谢啊 谢谢 我们大家一起 加油 好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好了 我们准备一下 都穿成这儿还准备什么呀 我们的任务是 我们的任务是 头 练交切 切什么 切肯拿 切 哎 恐龙大 嘘 你 动手 啊 没记性 啊 没记性 两千五百年前偷弹者 哥 嗯 同行 全是偷干的 太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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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呃 嘶 嘶 嘶 1 1 1 2 3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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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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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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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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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寻死你 我爱 去 去你的 啊 啊 答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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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啊 啊 啊 亲爱的我也想你 嗯 你媳妇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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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揹啊 揹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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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高 跑跑啊 你跑不掉的 你给我变 上来的天气跑跑啊 看你们往哪儿跑 臭流氓 臭衣服 给我揍他 我们马虎这么久 就是为了抓你们这么扣弹的 扣弹 扣弹 我代言不出战了 你们是什么人 孔龙人 谢谢 谢谢 这挺好看 有创意 传过传过传过 累坏了 传好了吗 好了 好 来 再传会 他们这是一个很完整的节目 看得出来是一个团队 在一起合作比较默契的年轻人 挺不容易的 这个我就有一点没明白 就是穿婚纱的最后才上 是飞起来之后才巧 只用支撑飞机给追上了一个 今天是他结婚的日子 对 对对对 因为我结婚的日子正好和录制的日子在一天 后面知道了以后就以为参加不了了 我和老公团队不能缺少他 对对对 那你这新郎呢 他老公在上面 在上面的 哪儿了 对对 让你再来 好 让你再来 老公一直在路上了 谢谢 谢谢 哪儿了 在路上 这一片都是啊 好 在那儿了啊 让他上台吧 让他上台 上台 哎呀 真是 恭喜 恭喜 好 好 谢谢 喜糖 喜糖 谢谢 谢谢 恭喜 恭喜 快来 快来小伙子 来来站在新娘旁边啊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呀 嗯 对 因为今天早餐也是我们俩结亲 然后把时间都提前了 所以说就是 6点多就结亲了 6点多 早上6点就结亲 对对对对 你说你是有多等过的了 这激烈的然后话说 然后我爸也说说 你是多着急嫁不出去啊 嫁那么早 但是我特别想来这个舞台嘛 然后跟他们在一起 真好啊 我得带着节目去 就是说早日接亲 中午呢 中午呢 在这儿演 演笑江湖 对对 晚上呢 洗酒 对对对对 嘿 太棒了 而且 而且得到了现场 这么多观众的祝福 这个 这个你建议我们三个 跟你们一块去喝喜酒去吗 谢谢 谢谢 对 我就觉得 能参加笑江湖 我觉得是我今天 最好的结婚礼物 哎呦 特别开心 真的 谢谢谢谢 你老公在你们恐龙园 是干嘛的 他以前也是演员 然后 我以前也是个演员 你主要扮演哪一类的人物啊 养过坏蛋 养过 好了 可以了 好了 不必说的太细致啊 这条红领带十分的人才啊 很好 像八十年代爆发护士呢 那我们也 借这个笑江湖的给录制 我们也正好 一是沾你们的喜气 二也给你们得送上祝福 这是应该的啊 谢谢老师 这个祝福的话 由这个郭老板来说 哎呦 这是唯一重任 我很年轻 我也没怎么结过婚啊 那两位老师让我说两句 没有别的了啊 嗯 借咱们东方卫视的平台 借咱们笑江湖的东风 我们三个人代表所有的朋友们 给你们送去祝福 白头到老 永远幸福 来咱们仨跟新郎新娘合个友来 太好了 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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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别着急 听但是 但是 嗯 宋老板 怎么看我还得听听 好 娘家的代表人啊 哈哈 我觉得这个节目特别有想象力 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 虽然 并不见得让观众怎么哈哈大笑啊 但是 还是值得我们全神贯注的看 看着觉得很有趣是吧 对 我说一句吧 我说一句吧 大喜的日子咱们锦上添花 好 好 来 一二三 来 恭喜你们来 来 来 说一个礼 谢谢 拿好 祝你们幸福 啊 祝你们恐龙人天天都开心 好不好 哎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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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下一位选手 你老要吃的 人家捧着吃的来了 哈哈 来藏族朋友哈 文文好老师好 好两位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是 来自安徽 目前在北京的青年演员主持人 侯林林 大家好 我是来自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门元县 朱故乡 斯沟村 呃 呃 自个都没记住 哈哈 小陈青东珠 祝大家 扎西特勒 哦 扎西特勒 有点紧张啊 今天我特意给 三位老师准备了点 我们家乡的小礼物 哎呀 你们瞧瞧人家 哈哈 来吧 哈哈 特意从 塔尔寺 从塔尔寺大金马店里面特意请来的 这是对 这里是你健康 哈哈 这是对 你们两位好像离着挺远的啊 是 一是安徽人 一是西藏来的 西藏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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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没有汉语老师 背的字典 后来我就 想找他 觉得比较稀奇 找到他以后 他没说相声 在 已经当个小老板了 呃 然后呢 他们拍节目什么的 到我那里 我是老代一帮朋友去捧他的厂 这是他的生意 是 后来一年以后 这饭店就砸了 啊 对 你们也是太能吃了这是啊 人家给咱拿着哈达了 咱们得珍藏一下吧 啊 啊 我这放好了啊 行嘞 来吧 我们也准备好了 开始你的表演 喂 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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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可以确定 我迷路了 啊 你问我在哪儿啊 我想知道在哪儿 跟你打什么求救电话呀 喂 他还挂了 哎呀 这荒郊野外的可别有野兽啊 嗯 过远点儿 我可不怕你们 哎 我手机 稳住 不着急 我学过荒野求生堆 野兽 野兽的脚印 只要找到脚印就能找到水 找到水 就能找到人烟 哎 我太聪明了 嘿 脚印 野兽 野兽的脚印 哎 嘶 野猪的脚印 刚流下来的 啊 野猪 野猪的 哎 对不起让一下 哎 怎么 啊 人 哈哈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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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摔我啊 没事吧兄弟 没事 你不是要摔跤吗 不是你 你误会了 这荒郊野外的你在这干嘛呢 我审口丢了 那你呢 我丢了 哎呀 我是特别理解啊 嗯 像我们家丢审口了我都很着急 哎 你们家丢人了家人肯定更着急嘛 我 我想回家 哎 别怕 嗯 我一定会带你出去的 真的 哎 高兴点 高兴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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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看 脏红花 哎呀 可以吃的 要用价值相当高 你同志吃了更加厚吗 哎 哎 你看这片蘑菇 哎呀 有毒的 哈哈哈哈 你怎么了吗 我出毒了 别整张别整张 用手控 手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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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出来就好了嘛 啊 大哥啊 啊 谢谢你救了我啊 没关系 我用这种方法救了很多人哪 你这么说你是好人的大哥 哎 哎 怎么了 这个地方你就不能乱走啊 啊 你得跳过去 我怎么跳啊 呃 这里 啊 哎 这里 哎 这里 哎 这里 啊 你干 是假野兽的 所以你得 绕着走嘛 哎 你也没说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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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谢谢大哥啊 哎 不用谢 哎呦 看着都疼了 啊 哎 好好 哎 哎呦 伤口都溜血了你看看 药 我包里有药 哦 哎不应该啊 坏了 哎哎 大哥 玩够了吗 要不直接锯了吧 哎 去了就可惜了吗 哎 你刚才为什么不拿出来啊 哎 刚才来不及 你不正玩着呢吗 哎哎 哎哎 我扶你去了 哎 哎 哎 直升机 救我的 哎 哎 我在这呢 哎 哎 他在这儿 挺好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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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剩最后一根了 你干嘛 你干嘛 生日快乐 哎 哎 哎 兄弟 过生日应该要高兴嘛 你哭什么嘛 我回不两家了 谢谢 谢谢啊 怎么会想到演这么一个节目啊 因为我跟他接触这么些年之间 我就觉得他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特别的热情 藏族人有一种朴实热情的那种感觉 另外我们那个齐连山就是那边放木啊 木齐那边 呃 现在慢慢偶尔有旅友 嗯哦 然后呢也有走失的 然后呢他们问路啊什么的 我们藏语这个闹很多笑话 误会 嗯 啊 那个时候感觉我们那边偏僻很不好 但是现在呢 哎 挺好的去年高铁都通了 哦 那很方便啊 嘿 他这个确实让我们看到是素人的表演啊 没有学过表演 但是他演的这个不讨厌 哎 对 这个很难得喝 有真诚 啊很好 你觉得挺朴实的 不不不让人反感 你别看有的特别专业啊 游香华叫看的恨的很老想大 你知道吗 真的 但是他这个不讨厌 这个不容易真的 但是作为一个喜剧的节目 说你们再来啊 啊 这个参加复赛 到底能给我们带来多少惊喜 确实是通过这个节目 我们不敢有特别大的期待啊 啊 对不起 那个 谢谢你们来 有点 有 有点 有点 有点犹豫 有点犹豫 就是说这个 嗯 确实你要说有多 好 好玩 好看 也也不是 但是呢 确实也有老郭说这个 不讨厌啊 所以这个 嗯 有没有敢于表达说 哎呦 说我这就是这不好这节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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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发现咱们的录制现场 确实观众特别热情 这就有点假了 这就不对了 但是不可能 所有的人 对 好像大家都没有 对对要有观众要有个性 不能重口一词 对 不能牵人一面 对 这个咱们得学习点有点个性 嗯 对 我觉得就是有这种各种争论都行 要不然吧咱们变成一个集体的送养者 所有的节目我们都得给过 我们要不给过 观众都不答应 然后最后它变成一个特别顺拐 顺品的一个节目 嗯 因为你真正想让那节目有多好 其实挺难的 是的 我们三位坐在这儿真实的表达 我们希望坐在这儿的观众和我们一样都有真实的表达 我替冯导问一句啊 就是现场你们这三面环绕的观众 有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说我不喜欢这个节目 有没有人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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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注意到她的那个 在表演她那个脚被夹的时候啊 她的表情她只是一个很单一的 这种动作 那么其实表现痛她有很多种方式 她认为就得深入血 比如说啊 比如说 不要起哄 不要起哄啊 比如说 如果是我的话 怎样 我的脚被夹住了 你会怎样 首先我那捂住我的脚 哎呀 疼死我了 哎呀 哎 你别说 你这个确实表演的 她那个确实没有 感觉那夹得铁上了 哎呀 对 你这个感觉夹肉上了 哪肯定啊 我肉多呀 那必须得夹肉啊 你是不是生活中真的被夹上过 这个还真没有 有的是机会 那么冯导您最后的决定是 我听听您的 说半天 你们俩也不敢有机会 冯导总给我机会 过吗 过 你说了算 我说了算啊 你说了算 但现在这个踢很难选 而且冯导把球踢给我了 那么我只能再踢回去 谢谢 谢谢郭老师 谢谢 你要刚才摁了呢 这会儿为难的就是我了 这个是一直到现在 好像脑子里也是两个自己在打架 这个我还是遵从我自己的内心吧 没关系 没关系 辛苦了 谢谢 只要我们来 观众会乐了 不乐了就行了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